伊朗人不能跟女生握手吗 一名来台湾洽工的伊朗人 前天在台北弄丢了皮夹 在移民署的协助之下 他顺利找回皮夹 直夸台湾的治安真的很好 但是当女移民官热情的要和他握手的时候 这名伊朗男子非常紧张 不断的婉拒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带您一起来看看 会说的中文除了谢谢还是谢谢 长相神似隐姓理查吉尔的伊朗人皮夹掉了 一天后事而复得 他感动的不断道谢 伊朗男子笑得很开心 露出两排洁白牙齿 28岁的他是个业务经理 第一次到台湾 却在坐计程车的时候 弄丢了老婆送的皮夹 没想到计程车司机很好心 发现之后赶紧把皮夹送到移民署 移民官透过入境资料 找到皮夹的主人 伊朗男子看到皮夹原封不动 直呼台湾治安怎么这么好 高兴的和计程车司机握手致谢 但面对女性移民官 他始终小心翼翼 手不敢伸出来 不想跟他握手 我想说致意一下 尽力礼貌 可是他就一直手 一直不敢伸出来 然后面有男色 然后讲了一串的 也许是伊朗文吧 双方语言不通 场面一度有点尴尬 最后移民官才知道 原来八月份是 伊斯兰教所谓的灾戒月 伊朗男子不敢和陌生女子 有身体接触 特殊的文化 让移民署人员也开了眼界